被印度人奉为圣河的恒河 其中一条支流发源于中国 我们也来到了这条恒河的支流 孔雀河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西藏的阿里地区的普兰县 那这个普兰县呢 其实它是非常特殊的 因为它是和两个国家接壤 分别是印度以及尼泊尔 那么这个特殊的地方呢 也有一条特殊的河流 这条特殊的河流就在我身后了 在那里 那条河流呢叫做孔雀河 在藏域里呢叫做马甲藏布 这条河流呢是发源于 钢底斯山脉南侧 那么这条河流呢 在经过我们中国的边境地区 一直流入到尼泊尔 在经过尼泊尔之后呢 它会流入到印度 最后注入到印度的恒河 所以说呢 它呢也是印度恒河的一条支流 我们所在的孔雀河 发源于古真拉冰川 流经普兰县 到达中国尼泊尔交界的喜尔瓦 从喜尔瓦流入尼泊尔 这时孔雀河改名为格尔纳利河 紧接着 格尔纳利河流入印度 它的名字也随之改成卡克拉河 最后 卡克拉河携带着汇聚的河水 一同注入到印度的恒河 所以 发源于中国的孔雀河 在流入印度之后 也成为了印度圣河恒河的一部分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 已经海拔下降到了3800米 这里呢也是阿里地区最低的地方 所以呢这里也被称作阿里地区的一个小江南 有山有水 还有这些绿植 其实这里呢 来旅游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来这里看一看 看一看这条孔雀河 边疆的故事还在发生 快上车 让我们继续出发